郭老师你的孩子现在在北京吗 对啊他跟着我 哇那你是每天都就母乳喂养吗 没有我我我没有母乳喂养 郭碧婷一直给大家的感觉就像一个名家女孩 嫁给豪门向家大家也都为她祝福 但前不久一名语记全网直播 撕下了郭碧婷这场豪门婚姻的最后一次体验 称向左疑似出轨一名白衣女 而郭碧婷才刚刚升完二胎不久 事情一经曝光就瞬间冲上热搜 向太五级冲浪第一时间澄清表示 那只是向左的一个姐姐 此话如同偷吃被发现的男人 说那只是妹妹一样荒谬 紧接着他又发布了一篇摩切作新作分析 谣言说自己一旦黑化就会变成毒蛇 简直是吧谁冤枉我儿子 我饶不了谁公之于众 郭碧婷爸爸也紧随其后 与评论区说向家亏待郭碧婷的网友 吵得不可开交 一众网友质疑他是不是被向家绑架 毕竟当年郭碧婷结婚时 他全程黑面 但向左真的没有亏待郭碧婷吗 后来网友们把郭碧婷嫁给向左的全过程 发现事情并不简单 早在节目里那个人要进行婚检 向左却被医生告知 35岁的人70岁的肾 这个时候向太出面解释说 年轻时拍打击受伤太多 赤匙通药伤了身 所以后来郭碧婷顺利怀孕 向太才会特别高兴 还大手辟地送上了北京朝阳区 总女权的豪宅等 加持过亿的礼物 但去被太没拔出来 豪宅并不是在郭碧婷名下 而是在向太名下 说起来 这对婆媳的关系也真的赖人寻味 还屡屡引发争议 从郭碧婷和向左在综艺上相遇开始 向太就从不吝啬公开表达 自己对郭碧婷的喜欢 可以说 这两人在一起 少不了向太的撮合 好好的一档家庭综艺 却硬生生被他变成 儿子的相亲大会 得知郭碧婷喜欢小动物 归他在寸土寸金的香港 埋下一块地皮 送给他专门用来养动物 并在参观时 屡屡询问郭碧婷的感情问题 言外之意 便是赶紧称为我家儿媳 与此同时 向左也收到母亲的指令 一路赶鸭子上架 疯狂追求郭碧婷 带鸟人在一起后 湘太更是成为 小两口的官方发言人 时时向大家宣告 郭碧婷和向左的 一手动态 湘太甚至还多次出面 回应了关于鸟人的诸多争议 还曾用严肃的语气 警告了网络上的吃瓜群众们 以至于有不少网友感叹 感觉郭碧婷 其实是嫁给了湘太 不得不说 网友们的劳动都挺大的 但也有人对这样的婆媳关系 表示羡慕 毕竟这个婆婆 不仅处处为父亲老操心 还又有钱又大方 那么大家如何看待此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